上课想睡觉提神方法 1.每天两个时间点 中午和晚上6点至7点 安排10至20分钟的小睡 可以让自己的疲劳得到缓解 不容易犯困 同时注意力和思维力都得到提神 2.尽管中学阶段学习很紧张 但是体育锻炼必不可少 尤其是在中考高考的冲刺阶段 建议可以在早上上课晚自习之前 或者是晚自习下课后 在操掌上慢跑 3.有的时候人感到疲惫的话 就容易犯困 此时不妨用自己的手指 按摩一下太阳穴位 来回转圈按摩 通过按摩的方式 可以有效的消除疲惫 从而达到提神的作用 就是炸了 用自习下的方式 所以把手指将 Nintendo ao达到手指 你能够过来